建制堂是很健忘的 那一天大雨天去 我那时候设法去住一个海亚爷爷的事情 海亚爷爷他很勤劳 他今年七十四岁 然后他很勤劳 他一直从年轻到现在 每天找出晚归 从来没有休息过 非常认真工作 然后呢包含 不管是开垦做什么 包含种树 你把树垦叫做种树 都做 那些树种了之后 他跟其他的不一样 有一点是 我们种树政府有补助 只补助二十年 补助二十年是 真正用意应该是鼓励你 好好长好 二十年以后可以大家自己长 不用照顾他 他树不会死了 可是我们的思维是二十年 二十年到了 那怎么办 全部砍掉 把二十年的树全部砍掉 才能够再一次生起 种树的补助 我们的补助只有二十年 所以 大部分的人 种树二十年 全部砍掉 全部砍掉 因为全部砍掉 他可以再生起 那你说那些树可不可以砍 照理说应该什么 因为什么 绝对不可以砍 屁啊 通通都可以砍 为什么 那是原住民保留地啊 那是他私有地啊 那是他的财产 我们没办法阻止他砍 只能说 你要砍一甲地 那 那那个爷爷能不能请你 今年某个季节 再去砍一份地 分五年砍完 不是分十年砍 可是你没办法阻止他砍 全部都砍 而且种了这些地 就算是汉人种 那原住民的地种 叫原住民当人头 一样砍 全部砍 好 二十年 这是大部分的人 可是这个爷爷呢 他种树那些树有四十几年 他没有砍 好几座山 他不会为了要增加这个收入 去把树砍掉 他很勤劳 他没有 他没有负债 他没有欠钱 他很勤劳 然后他努力的工作 只为了要他的收入 什么收入 正常的吃饭变点小收入 就是每个月要用 总要有点平用钱 他下山去加油也要有钱 他吃饭买菜也要吃钱 买一些菜 至少菜山上种 至少你的面啊 米也要花钱 所以他努力工作是要换这一点钱 那他最有能力做的什么 是什么 种效率 所以他里面砍树壮香菇 里面又舍不得砍 两边矛盾中 他很矛盾 我也是搞了好久才听懂这个矛盾 他也舍不得砍 可是不砍 他其他的事情都还能弄 因为他的农场也卖不出去 他户晓得怎么卖 原明会不管农业 农委会不管山地 那些菜通通买不出去 然后呢 可是他的香菇 你只要找出来之后 基本上光不一群 还有下沙里 没机会 连渣都没有 在山上就可以了 也不用大盘中盘小盘 大家到他家可求他 这金融要长 一点罚 然后呢 好 这是故事的简体 你要 种香菇一定要 好 这个好问题 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一位大哥跟我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已经成熟了 叫做用咖啡渣 可以种香菇 你为什么不用咖啡渣种香菇 那位大哥提出了 后来大家实在不好意思跟那个大哥讲 大哥请问咖啡渣从哪里 从山下来 谁帮忙去收集咖啡渣送到山上给他 而且应该也要处理过 对 好 那个处理讲证他都会 好 我们就简单只问一个问题 谁把咖啡渣从山上 三下送上去 就这么简单问题 没有 所以咖啡渣可以种香菇这件事情可不可能 是的 技术上没问题 有没有谁来做 比较少人 在哪里种都在都市里面种 因为都市里面才一杯咖啡渣 那咖啡渣很好集中啊 然后长得又漂亮就可以当到产业脉 所以咖啡渣长的香菇都在都市里面种 不是在山上 那太空包怎么来 太空包就是把活生生的所有树全部砍掉 绞成木屑再来种 你认为拿断木种跟太空包种 哪个比较不野蛮 一样 只是那些太空包 大家看到的是太空包 你没有看到树被砍掉的一样 你没有看到那些树被砍掉的一样 地球公民基金会 他一直在追这件事情 只是好像声音传不出来 嘿嘿 很眼泪啊 他看到我在开始 注意这东西开始跟我讲这些事情 让我看得更清楚 不过跟今天污染没关系 所以我那个照片没有发现 我们去的那一天 爷爷刚好砍了一棵树 所以呢就有请 两妹请 让人去比较少人 那棵树呢 帝宁树呢 探索 探索 探索